在進行屠宰前, 屠房獸醫組人員會監察活豬, 特別留意豬脊有沒有出現非洲豬瘟的跡象或者異常死亡。 被懷疑受感染的豬脊會被扣留進行複檢。 屠宰後,豬脊的屠體和內臟都必須通過衛生督察詳細的宰後檢驗。 在通過了這麼多重嚴格的採前和採後檢驗, 確保豬肉和內臟適宜給人食用後, 才可以運送到市面出售。 任何患病的豬脊、頭體和內臟都不會流出市面。 總括來說,非洲豬瘟對人類健康並無威脅, 仍然構成食物安全風險。 即使如此,任何生育包括豬肉, 都有機會帶有其他致病細菌。 市民應該留意以下的安全要點。 向可靠的商戶購買肉類, 不要自行帶生育入境。 處理食物前後和進食前徹底清洗雙手。 生育食物要分開處理, 和確保肉類徹底煮熟才好進食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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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